阿富汗的歷史性和平會談 觀眾朋友大家好 我是越南新聞主持人鍾嘉慧 首先感謝大家的支持 今天為大家帶來 阿富汗塔利班歷史性和平會談的消息 9月12日 阿富汗政府代表 與塔利班在喀塔爾首都多哈 展開歷史性和平談判 目的是結束阿富汗持續40年的戰爭 當日歐盟、北約、聯合國等國際機構 和多個國家發表聲明 敦促阿富汗和塔利班找緊機會 為阿富汗人民帶來和平 美國國務卿蓬佩奧 週六出席了在多哈舉行的會談開幕儀式 他鼓勵談判雙方都肩負著重大的責任 但要知道 阿富汗並不孤單 全世界都希望你們成功 阿富汗未來政治體制的選擇 由你們自己來決定 蓬佩奧還說 美國不會試圖將美國的制度強加於其他國家 我們堅信 保護所有阿富汗人的權利 是阿富汗打破暴力循環的最佳途徑 他還警告談判雙方說 這次會談的結果將會影響到未來 美國援助的規模和範圍 北大西洋公約組織秘書長 賢斯·斯托爾·騰貝格說 經過數十年的衝突 這些會談是實現和平的最佳機會 我們必須全心全意地擁抱他們的會談 並謹記最終的目標是 結束暴力 一個和平而穩定的阿富汗 符合所有人的利益 北約致力於訓練和資助阿富汗安全部隊 以幫助和保護阿富汗人民 聯合國秘書長古特·雷斯說 在一個包容的和平進程中 婦女、青年、同衝突受害者 得到有意義的代表 這是為找到一個可持續解決方案 提供最佳希望 他希望 和平進程能夠令數百萬 在國內和國外流離失所的阿富汗人 重返家園 歐盟外交和安全政策高級代表 博雷爾說 我們敦促各方 在啟動和平談判的同時 立即在全國範圍內 實現全面和無條件的停火 隨著新篇章的開啟 僅僅減少暴力是不足夠的 會談必須維護和發揚 2001年以來 阿富汗公民的政治、經濟和社會成就 土耳其外交部長梅夫-呂特 克姆·什奧勞表示 人道主義停火 必須在談判一開始 就成為優先事項 戰鬥和談話不能同時進行 阿富汗將比以往的任何時候 都更需要國際社會的支持 我們準備以一切可能的方式 為這一個進程作出貢獻 包括主辦一輪會談 印度外交部長蘇傑生表示 任何和平進程都必須由阿富汗領導 阿富汗自主和阿富汗控制 必須確保少數群體 婦女和弱勢群體的利益 不能夠允許暴力程度持續上升 我們和其他國家一樣 支持立即實現全面停火 西班牙外交大臣阿蘭查·江薩雷斯說 我們呼籲塔利班 要確保實現停火和減少暴力 我們強調包容性談判的重要性 所有利益有關的意見都要被聽取 並允許他們做出貢獻 婦女和女孩的獨特作用 對阿富汗的未來自關重要 阿富汗和平委員會負責人阿卜杜拉說 我們必須找緊這個為實現和平而創造的難得機會 共同確定 一個能夠被阿富汗所有公民所接受和支持的新未來 我們呼籲實行人道主義停火 這將令人道主義援助和發展方案 能夠到達阿富汗的所有地區 並令我們的人民受益 美國和塔利班今年2月簽署了一份和平協議 這份協議的一個里程碑成就 就是為阿富汗和塔利班的和平談判奠定基礎 8月13日 美國總統川普宣布 以色列和阿聯酋達成歷史性和平協議 就是阿伯拉罕協議 以色列和阿聯酋隨後發表聯合聲明予以證實 根據協議 以色列暫停針對 被佔西岸部分地區的吞併計劃 阿聯酋將與以色列實現關係全面正常化 由此 阿聯酋成為第一個與以色列建交的海灣國家 並繼埃及和約旦之後 成為第三個與以色列建交的阿拉伯國家 原本以色列自從二戰後 在巴勒斯坦地區建立了猶太教徒主導的國家起 就陷入與巴勒斯坦阿拉伯人的土地爭奪 特別是因為耶路撒冷是伊斯蘭教 猶太教和基督教三大宗教都認可的聖誠 這種實質利益之爭 從開始就帶有宗教和文化背景的爭議 未來中東局勢是否將徹底走向和平 我們會密切關注 川普政府已經減少了駐阿富汗部隊 預計到今年的11月 美國在阿富汗的士兵將不到5,000人 被美國塔利班協議簽署時的約1萬3,000人有所減少 至2001年以來 已經有超過2,300名美軍 和約450名英軍士兵在阿富汗喪生 這節的新聞為大家報導到這裡 如果你喜歡我們的節目 請點擊小鈴鐺訂閱 我們這個欄目還有其他的粵語內容 供大家觀看和轉發 你的轉發也是對我們最大的支持 多謝收聽 我們下次再見